为期五天台北国际动漫节在今天盛大来登场了 即便今天是平日 但是现场看到涌入大批人潮 好早上十点才开幕 但是不少人是一大早清晨五六点 就到现场去排队卡位 包括是前例委赖品鱼以及镇运棚 也去共襄盛举 福袋堆成小山丘几秒钟就卖出一个 麦气火热工作人员忙到停不下来 台北国际动漫节开跑第一天 就算是平日现场依旧人潮大爆满 大概六点 想说为什么云音那么早出来的还这么多 蛮早就来五点多吧 早上五点 秀出手上一代又一代的战利品 为了最爱的角色 粉丝掏钱不手软 业者也全力备战 共我八款福袋要准备 总量数大概是五千个 最好三天内来 动漫迷一早就来卡位抢购 像是人气动画 鬼灭之刃 间谍加加轴 还有刀剑神域咒术回战等等 相关商品恐怕有钱都还买不到 但人手一代战利品 不稀奇 还有coaster盛装出席 我今天装扮大概花了 一个半小时 在那个游戏还有动漫里面 我都蛮喜欢它的 所以我今天才出这一次 戴上七彩缤纷夹发 化上浓妆 超Qcoaster扮像卡哇伊 但最吸睛的还是这两位 一身黑白女仆装 搭配黑丝袜 摆出超萌动作 卸人立伪 赖品渝和郑运棚 也难得清闲 大驾光临 过去我跟运棚都是非常非常关心 台湾啊动漫 ACGN产业的发展 今天我们其实不是两位立委来 我今天他cosplay赖品渝 我cosplay曾运棚 很多来参观的朋友都觉得 还cosplay也蛮像的 维持一贯的幽默风趣 曾运棚和赖品渝转换心情 来到动漫迷年度盛会 这回一共110家厂商 约800个摊位参展 堪称历届最大不止大型 出版商必逛宝藏小摊位也不容错过 让动漫迷满载而归 记者吴振宇 张晨也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